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资料的位置 所以它就跑到G的位置 你再按一次Ctrl键的向左 你就会发现它就会跑到最前端 那如果说假设今天你的位置是在这里 是在空白的地方 那很简单 Ctrl键向右 它自动跑到最前面 对不对 你Ctrl键向左 它就会跑到最前面 那你有Ctrl键向下 因为你的下面有资料 所以它就会跑到Ctrl键加方向键大宇的这个符号的这个储存格当中 如果你再按一次Ctrl键向下 你就会发现它会怎么样 跑到这个格子里面的最后一笔资料 那如果最后一笔资料还要按Ctrl键向下 它就会跑到最后一列 所以你可以看到方向键加Ctrl键的一个效果 Ctrl键向上 它就会跑到这一栏的最前头有资料的地方 如果今天你想要向右 里面没资料 它就会跑到最后一栏 如果我这个时候再按Ctrl键向上 因为里面没有资料 它就会跑到第一列 那如果再按一次Ctrl键向下 它就会跑到最后一列 Ctrl键向左 跑到第一栏的最后一列 那在这个时候再按Ctrl键向上 它就会找到最近的一笔资料 它都会找最近的一笔资料 这个叫做Ctrl键加方向键的使用方式